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小明编和大家分享了他最喜欢的2019年5款新车 那么今天到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心目中2019年所发布的新车里面 5款我最喜欢的车型 它们分别是2019 Proton Iris Honda HR-V Hybrid Mazda 3 1.5 Mercedes AMG C443 以及WorldWall S90 T5 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2019 Proton Iris 这一次的2019 Proton Iris 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改款车型 它在外观上做了相当大的改变 首先它的头灯组为了降低成本 它更换了这个Persona的设计 但是Iris原本很漂亮的那个Projector头灯 却被取消了 这个就丧失了它叫Iris这个名字的意义 因为之前原厂为什么把这款车叫做Iris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大灯很漂亮 而这个Iris的名字是取自英文 Iris的接音 就是眼睛的意思 不过为了降低成本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真的价钱降低了很多 例如顶级版的Proton Iris 1.6 Premium 只需要不到5万一 其实是相当的超值 我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操控表现还是一样的出色 它在V-Segment里面虽然说 它可能不是第一名 但是前三台一定有份 再来就是这个Cat Pro VVT引擎 还有这个CVT变速箱 之前很多人在有余要不要买Proton 就是因为这个引擎和变速箱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油画 2019 Proton Iris 在这个引擎还有变速箱的搭配上 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 我个人觉得它的CVT表现 甚至有一些大品牌CVT的80%左右 所以一般的驾驶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的缺点可以挑了 然后这款车在我心目中虽然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 例如它的配备 它可以搭载一些主动的安全配备来提升它的竞争力 那么我相信如果它增加了这些配备之后 消费者会选择它的一个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另外我也希望在未来 Proton可以为它推出一个新的动力组合 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我要说的第二辆车 就是在2019年年头刚刚发布的Honda HR-V Hybrid 这一款车其实除了日本以外 我国是第一个拥有HR-V Hybrid的国家 可能你会说新加坡也有 但是新加坡的其实是通过这个平行进口商引进的平行车款 并不是Honda Singapore官方引进的 所以除了日本以外 我国才是第一个真正拥有这一款车的国家 我为什么喜欢这款车 就是因为这款车的整体表现都很均衡 在空间表现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例如说它的后部空间 可以让你一家人出门的时候 放置全家的行李 或者是你们去shopping 尤其是要过年的你买了很多东西 它都可以载 虽然说它的这个尾箱容器 比起这一个普通版本小了一点点 但是无伤大雅 第二点就是这一个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动力组合是1.5的地球梦缸内直喷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着一个电动马达 它的综合马力达到了152HP 风支扭力190Nm 比起原本的这个1.8 IV-TEC自然进气引擎 还要高很多 所以它的整体动态表现会让你真的觉得它很运动 再加上因为电池配重的关系 整体的动态表现呢 我觉得会让我可以享受到一些驾驶乐趣 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很出色 在我试驾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有一个17公里左右 我觉得这样的油耗表现已经没有办法挑剔了 它非常适合说一些 可能你时常载你一家人出门 然后做这个长途的驾驶 然后你不要在意油耗和动力 我相信这个HRV Hybrid都可以满足你 同样的我觉得这个HRV Hybrid还是有一点地方可以进步 例如说它的灯足如果可以引进LED头灯足的话 我相信它的竞争力会进步不少 所以综合以上这几点 它在我心目中是这一个2019年表现最好的Compact SUV 第三台车 2019 Mazda 3 1.5 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我喜欢1.5而不是2.0 因为对我来说1.5的车型比起2.0的更加均衡 Mazda 3 1.5和这个2.0 High Plus 相比 它缺少了几样东西 让我觉得可能比较不足 首先就是i-Epiccent的主动安全配备 司机座的电动调整座椅 皮革座椅还有Keyless Entry 除此之外我觉得剩下的东西其实都不大让它像入门车 整个内装还是有很好的质感 然后在外观上面它还是有LED的头灯阻拉等等 最重要的是它保留了这个全彩的HOD 还有Apple CarPlay 它的仪表同样的也是半数位化的仪表 我比较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Mazda 愿意给你这个全彩HOD 不给你Keyless Entry呢 然后让我喜欢这台车的地方 就是它的1.5的引擎调校得非常激进 原厂为了让你觉得这个1.5的引擎不会没有力 所以它把这个变速箱的调校弄得非常的激进 你只需要稍微深踩一点点的油门 变速箱就会马上降档拉高转速给你更好的动力 所以这台车其实在时速110以下 你不会察觉到它是1.5自然进气的车款 在我去拿这台车的时候 我甚至还怀疑Mazda是不是给错我车 给到我1台2.0H的车款 但是实际上呢 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够我使用 但是如果你对动力有要求呢 或者是说你时常在跑长途做长途驾驶的话 这台车的动力表现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不足了 而第二点我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这一个操控表现 因为引擎小了 车头的负担变轻 所以这台车的转向比起2.0版本还要灵活许多 这个不是我说而已 我也和很多同行交流 他们给我的看法都是一样 1.5的转向灵活很多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轮圈尺寸从18寸降级到16寸 对于悬吊的负荷小了很多 所以这台车的悬吊不会太坦掉 基本上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舒适性 所以我让我觉得这台车的表现其实是相当均衡的 只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台车的售价会有一点点感 它是我心目中2019年表现最好的C-Segment车款 第四台车其实它是在2018年年末发布的新车 我们在2019年才拿到试驾车 所以我把它归类在2019年的新车 它就是小改款的Mercedes AMG C443 这款车的前身其实是Mercedes-Benz C450 但是因为原厂营销策略的关系 所以把它归类在AMG上面 它搭载了这个V6的3.0双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4MATIC全轮驱动系统 所以导致这一台车的整体表现非常的均衡 它的0到100低于5秒 整体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强 我为什么喜欢它 因为它让我觉得它是介于这个C3501还有C63之间 C3501因为是混合动力的关系 所以在电池没有电的时候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会稍微差一些 至于在这个C63 因为它是采用后轮驱动的关系 那台车非常的难驾驭 所以我觉得C43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它可以让你享受不错的驾驶表现之余 它的动力也很出色 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 第二个我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它的外观非常的帅气 全车的这个AMG套件 还有Mounti Beam LED 头灯组 开出去这个车真的是逼格满满 最重要的是它的引擎声浪非常的好听 你把这台车开出去 我相信你会成为众人注目的目光 除了颜值以外 这台车的操控表现其实真的很出色 我甚至觉得在同级对手中 例如说它的这个X4 或者是这个M340 它是这个最均衡的一款 它保留了一定的舒适性 而且它的操控表现也非常的不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个4MATIC全轮传动系统 所以车辆的循迹性表现非常的好 我试驾这台车的时候我把它开到了山路去进行一个试驾的环节 它给我的这个震撼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所以如果我要说2019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性能车款 那么C43绝对是第一名 第五台车款同样也是在2018年年尾发布 然后2019年我们拿到试驾车的WOW X90 T5 T5 和T8 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个T5 只是采用了2.0的这个单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它的动力表现其实还是相当的出车啦 只是我对这台车的印象是在它的这个舒适性上 WOW X90 是在我心目里面最舒适的豪华E segment反车 就连我的家人也同样的非常喜欢这款车 在这边要和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你不会想象到这个WOW X94采用的后悬调 其实是叶片四弹簧 在采用叶片四弹簧的这个情况下呢 它还有这样的舒适性我觉得是相当的不简单的 和T8车型相比它缺少了一些配备 但是我觉得无关大一样 例如说这一个它缺少了这一个360的环景色相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接受 像剩下的ACC啦 然后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车道偏移警示车道偏移辅助自动进行刹车 统统它都有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配备是相当的丰富 再加上它的舒适性 我觉得它是一台相当出色的房车 但是它的问题是虽然它的车身格局很大 但是因为S90有一些车型是拥有 OVRIE 系统的关系 所以在后座它有一个传动轴的预流孔 导致了后座空间被压缩 乘坐四个大人式极限 后排要乘坐三个人可以 就是中间的那一个体型不能太大 不然的话你还是会感觉到辛苦 这个是我觉得S90比较明显的缺点 剩下来以它的价格动力表现来说 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是上上之选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台车的 以上这五款车型是我最喜欢的2019年行车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和我喜欢一样的车型 或者是你们的心目中还有别的名单呢 都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和我们分享 你最喜欢的2019年行车 记得是2019年行车哦 喜欢这次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那么YouTube在有新影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 然后也记得帮我们分享哦 还有多多留言和我们交流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下一期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0年最值得期待的新车 请大家不要错过哦 拜拜